身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国家的台湾 回到校园或一般生活中 是否善待多元性别群体 2017年发生在长庚大学的性贫案件 一位跨性别学生向学校总教官学务长 讨论跨性别住宿需求时 却遭到市长以具有损害人格的言论对待 而事后长庚大学也为医学生性别认同安排宿舍 最终导致这名跨性别学生身心受创 休学至今 经过监察院调查后 监委呼吁教育部积极严处多元性别宿舍空间指引 我们的校园里面 碧横达老师的调查 99%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孩子 所以这些孩子你就可以想象 他在住宿上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很多的国家都有用国家的一个力量 去颁布了一个跨性别的一个指引指标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进步 这个是我觉得教育部很重要 他要扮演的角色 他应该要积极的去处理给学校指引 因为学校也觉得说问教育部 也是没有得到任何好的帮助跟指引 也只能到处去参访一些曾经有这个跨性别学生的学校 后来大家问来问去也都是最后这种所谓男女混数 这种实验方案最后也都是公败垂成 而明年开始民法上年满18岁就是成年人 学生有权选择要住在一般男女分界之宿舍 或非二元性别宿舍 监察委员也表示 教育部应开启社会沟通 避免同样事件不断出现 我想教育部应该要更积极 要去多做这些社会沟通 如果不做的话 很难保这些跨性别学生的 这些相关权益的问题 也会再次出现 大家还来对话 让愿意接受的家长 善意的家长愿意来支持 这也是一个方式 而不是一直让大家知道说 家长一定反对 监察院也强调 加强保证学生的人格权 并捍卫学生的自我认同 一直都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 也是新闻 咱们到这里 顾台北市采访报道